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 我们前面一共讲了 磁场跟磁像样位 这两个呢 都是跟电流 密度有关 所以我们现在看看 这些关系 好 我们现在看看进尺 电流密度 G 还有磁场B 与 磁相量位 A 他们之间的关系 哈 是关系 我们看这个哈 因为这两个 A跟B 都是跟电流密度有关 好 我们把这个 我们把这个 这个可以求A 这个可以求A 它的式子呢 就是 你们可以把纸翻过来 写这样子 这样子写 这样子写 OK 那么 还有呢 还有呢 还有就是 我们知道 Laplac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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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urrent Density 怎么求磁场呢 Current Density 它求磁场 它是用这个 B B X 等于 4Pi 分子 mu 0 然后这个是 J Density 这个 这个 OK OK 然后我们 还有 这个 Curl B 就是 Ampers Law 我们 Ampers Law 里头 B 跟它的关系 B 跟它的关系 这个比较短 还可以哈 Curl B 这个 Mu 0 J Divergent B Divergent B 是等于 0的 0 0哈 好 然后我们就看这个 B跟A的关系 B跟A的关系 我们知道 B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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厂,有时候也可以去A厂。 那么这个是他们三者之间的关系。 就是说我们要做题目, 借着做题目,练习这些, 应用这些关系,我们才能够记得住, 不是去背,你背永远背不起来。 你不去用它的话,永远背不起来。 所以我们比我更值得用。 不是那些关系的关系, 没有,你不需要用来,